我們的網台工作室 已經開啟了IG帳戶 想收看最新的突發內容 新聞評論及節目資訊 馬上追蹤 希望你支持 加入我們 一起建造全新的香港人網台媒體 為何要再做一段影片呢 因為剛才那一節 財經BB班是心血來潮的 本身準備了一些國際的話題 不如就快點對上去 其實今天有幾個話題 首先第一個 都是舊文 因為之前就準備了 但一直都未有機會說 這個挺好笑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約就是 幾天前 有一宗這樣的過癮事件 差不多一個禮拜之前 當時泰國一個媒體 叫做泰國公視 拆PBS 大家如果之前有聽過D100 D100也有個PBS台 PBS 就是公共服務 公共廣播服務 泰國公視 就訪問了台灣的外交部長吳超善 好了 訪問完之後 內容說什麼都不重要 因為段故就沒理由說 是說打一筒的 所有關於台灣外交主權的報導 中國當然也要打壓 因為重點不是你說什麼 而是你用一個台灣外交部長的身份 中國是不承認這件事的 中國不會承認台灣省有外交部 但是別人就是一個獨立國家 不好意思 好了 泰國訪問他這件事 本身也有趣 泰國當然現在還是一個相當親中 但那個親其實有點不同 以前就不用說那麼多 中國說什麼就什麼 現在開始要思考了 第一 當然是中國的國際地位 大受損傷 你不要以為他看得好像很厲害 有金磚四角 有什麼上俠 有中東好像很厲害 大家有眼看 同時看到美國的陣營 和你認真地開拖 你奔向哪一邊 大家自己想 還有中國經濟的問題 大家也有得看 泰國的經濟 是這麼受中國的旅遊消費影響 他自己有數據 還有這些隔離論社 叫菲律賓 越南 所以大家 更難說國懷鬼胎 又或者再單純一點 泰國是不是都開始 對於自由民主的呼聲越來越高 所以 其中一個原因之下 竟然泰國就有篇國家的媒體 去訪問吳超善 這個挺有趣的 訪問完之後 中國就施壓 當然就將它下架 最有趣的 就是環球時報出了這個post 他說 我們要求泰國媒體 說以上這些東西 他的聲明就是這樣的 跟大家讀一讀 近日泰國媒體訪問台獨分子不超善 台獨分子不超善 在訪問中鼓吹台獨的謀論 惡毒攻擊中國和平統一主張 中國和和平統一 中國和和平統一是扯不上關係的 其荒唐言論不值一搏 該媒體為台獨分子提供散佈謀論平台 損害中國利益 傷害中國人民感情 我便對此表示強烈不滿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得分解一部分 這是舉世公認的事實 不是 對不起 中共是一個極權無人認受的政權 這是一個國際公認的事實 任何事實 任何事關中國領土完整 反分裂的做法 都會為中泰兩個人民有好背道而馳 任何以新聞自由為藉口 傷害別國及其人民的做法 都是對新聞自由的濫用 出了一篇禁的問 第一 再說一次 台灣關係是甚麼事 你可以說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得分裂的部分 第一 你有甚麼資格代表中國 你人民選出來的嗎 你都沒有認受性 你的政權是打出來的 如果政權是打出來的 你亦有機會被人打走 你是沒有一個正統合法性 在現代的政治學來說 第二 中華民國是有合法性的 他比你更長 所以你可以說大家都屬於中國 有共產黨 有中華民國 那你就兩邊 一中一台 你又不可以 所以這就是浪費 第二 你說訪問不超洩 就會是BD巴拉傷害甚麼甚麼 接下來 美國媒體訪問賴清德 因為蕭美琴出來之後 現在賴蕭培在外國也很熱 那是否所有訪問賴清德 吳超洩 蕭美琴 所有美國媒體都要嚴厲譴責 我期待 那香港是否趕走外國媒體呢 同一時間你正在招外資 你正在跑山 所以各位網友 你說拜習會 當然想好 但你去到下面的層面 你能否執行到呢 執行不到 中美關係始終是一個方向 就是開拖 我都說了 好了 說完之後 不要說泰國 我們先看看台灣外交部怎樣回應 很高姿態 他就說 好串 超級串 用英文回覆 Too funny to be true 超串 這個是外交部 Too funny to be true 中國是世界上排行最差的有關新聞言論自由 你要去教泰國的媒體有關什麼是自由 不要搞笑 Let's toast over milk tea 我們一起用奶茶去乾杯 And tell the PRC to kiss my feet and get out of town 原來叫中共懶惰彈開 哇 這些真是抵氣 大家這麼硬正 好了 台灣外交部當然會嚴厲反擊 而泰國的媒體自己也定不住 這篇是泰國的媒體 就叫Enquire 他的標題就看到 泰國的言論自由under threat 受到威脅 政府現在向中共低頭 在說這個 所以泰國人民可能經歷過那次大選之後 他們對於自由民主可能的渴望越來越高 這當然中國是不樂見 因為中國覺得自由民主是毒藥 他的主編就叫Enrich Enrich 他就說 中國是沒有權要求媒體可以訪問誰 不可以訪問誰 他說泰國政府不要只想中國投資和遊客有什麼經濟好處 當自己是中國一個省 之前有一則很大的新聞 就是考慮給中國公安去泰國境內巡邏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公民是不信泰國當地的執法和警察 所以為了令他們安心 就是找中國公安去泰國境內巡邏 這真是離譜 這真是接受不了 當然我們明白泰國政府是這樣的 其實很多東南亞政府都是這樣的 世界是真的 舊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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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背後世界開始變 到大家知道 潮流再變 也有些談論意識形態 整個潮流都開始反中 抗中的時候 以前你做到的事 現在未必做到 以前中國找公安來巡邏 大家都不理 做生意 現在還是不是呢? 當中國的形象變得那麼差 當然要這樣說 要劃分兩頭 因為泰國的治安很有問題 泰國的執法當然也很有問題 就明白中國的旅客為何會擔心 但要找中國的公安進入 無論如何都說不通 泰國的觀光局就說 中國人有點怕泰國執法機構 但是泰國的警政是否認 泰國總理就說沒有收到這樣的指示 現在死了 蛇咬也不認 泰國的公事 雖然是政府資金 理解為何要下架這篇訪問 但也不是什麼都答應的 泰國人是有權聽完不同的看法 中國也沒有權要求泰國公事糾正錯誤 只是宣傳你中共單方面的故事 你是沒有立場去教任何國家什麼新聞自由 因為你本身是沒有新聞自由 我亦提到新的總統蔡塔 在去年 幾個月前 訪問中國的時候 其中一個總統 你當是國務院 他叫總理府的一個主管 去拜訪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 什麼意思呢 你想和CGTN合作 他是一個官媒來打壓新聞自由 除了這篇文章之外 還有另一篇 這就叫泰國的新新聞 Kao Zhou 其中一個 我應該讀錯了 一個資深的記者說什麼呢 就說他在一間泰國的café裡 看到China Daily 這篇報道是全部批評美國的 他說 為什麼你要操控泰國媒體 說他傷害中國感情 為什麼我們不操控一些媒體 說他傷害美國感情呢 他也說到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所有泰國媒體 發布任何報道 有關台灣的報道 都要得到你泰國 駐中國駐泰國大使的批准呢 泰國新聞是不是不能再採訪 任何關於台灣的事情呢 他就說 你中國這樣做 你懂得其反 你做外交應該要贏民心 你駐泰國大使館就剛剛相反 中國的大使館從來都行戰狼 你見盧沙爺就知道 以前他們不需要付出代價 因為大家買來拍 還有沒有大佬出來跟你撐 現在整個時代不同了 你繼續戰狼一點 你都不知道現在這個世界 開始包圍網 開始怎麼做 你說不是啊 拜習會的中美關係好了 表面上中美關係好了 我背後不斷把東西拿走 好了 那我剛才所說的 所謂你都不知道世界發生什麼事 比如歐洲 歐盟 其中有第二大國家 法國 法國全都想和中國 眉來眼去 尤其是馬克龍 不如說馬克龍 這條 這條 sir david 應用什麼 奶油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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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 磨碌 這樣 就和習主席通電 這裡有趣了 習近平提及 樂見更多法國產品進入中國市場 歡迎法國企業到中國投資 希望法國為中國企業 反過來 去法國投資 提供更加公平非歧視的營商環境 那些耳蝦不特別說 各位網友 開到口要 開到口跑山 喂 你的產品 你的企業進來 想讓你的產品進來 當然要你的企業進來 要你的企業進來 就有外資進來 你之前有底氣的時候 你有沒有見過中國這樣說 喂 開放門戶 十幾十年前就有 近年都沒有說 突然間又說回 之前那些把口說的都不算 你真是 習近平打電話和他聊 去年都記得 是馬克松過去 上濱招待 又和他去他老集中分 不知道什麼 故居喝茶 喂 是你馬克松過來 現在 習近平和他通電 現在不知道誰打誰 但是新華社報道 習近平 剛才說 要求你 歡迎更多的產品企業 以及希望為中國 去投資提供公平的營商環境 就是爭埃治 為什麼 見底 你留意 根據Sir David 說法 德國近來很硬 德國的硬 德國由親共 轉做抗 即轉做 Dries 為什麼速度這麼快 因為德國一走起來 那些東西走得很快 市場供應鏈 不斷拔走 能源不斷拔走 我同意Sir David 說的點 如果他被俄羅斯拖下去 也知道中國是暗撞俄羅斯 你被俄羅斯坐大 沒有好下場 德國 歐洲 歐洲就還原 歐洲大膜 德國也大膜 好了 歐盟 就剛才說過 法國的外交部長 可能去中國 為什麼 同一時間 歐盟在調查中國的電動車補貼 電動車補貼 近期歐盟抽養幾間 包括比亞迪、尚氣和吉利 調查有沒有反補貼調查 中國就是這樣 中國是不能調查的 一調查就會爆出來 中國違反規矩這些 證據在那裏 爭取你查不查的 正如武漢肺炎 實驗室涉漏 你擺明是有問題的 爭取你查不查 一查就知道有問題 新疆查不查 一查就知道有問題 香港警察也是這樣 831、721查不查 一查就有問題 就是不能查 就是不讓你查 所以中國 立刻反對 這是對中國的電動車的歧視執法 就是要扭曲調查報告 因為中國現在大力補貼 就是要搶回出口市場 它便宜過你 歐洲的電動車就是叫苦連天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繼續挑戰中國市場 很多品牌不能進入中國市場 那你的出口市場被它打爆 那你怎麼辦 你被它打爆很嚴重 因為你沒有了scale 你不能進步 因為電動車還是一種很研發的 不可以說是新科技 但是你還是佔那個scale很細 如果它未發展到 都已經被你中國的出口市場 浸捨了的話 它是不能搞的 所以現在就開始查這個反補貼 對中國來說當然是嚴重 都說一查死 那怎麼辦呢 第一 加你關稅 有quota 他們補貼國內的電動車事業 那你中國的出口打不到的話 會有什麼問題 又是沒有外資 還有 這是說出口市場 第二 錢又繼續走 有什麼證據 對呀 我們講完這宗新聞 我們講完這宗新聞 那麼 那麼 有一個回體報導 有幾個關於日本企業的調查 我告訴你 日本企業 已經進走了 走還沒剩下的那些 還有生意 那就無所謂有理 現在整個美國為首的陣營 轉了一個新的玩法 就叫做de-risk 他不是de-couple 什麼意思呢 de-ris de-couple 就是所有東西拔走 de-ris 就是說 我知道你有公司繼續賺錢 但你就要想 突然之間有什麼政策風險 什麼風險 你要有plan b 那plan b是什麼呢 就是開發其他市場 其實真的好聽一點 衰一點說 就是說 我不是馬上跟你分手 我找另一個 那你說誰比較衰一點 哈哈哈哈 你說誰比較生氣一點 可能那些男女朋友 我寧願你馬上分手找另一個 如果現在我裝了東西 那美國就裝了東西 所以很麻煩 很賤格 哈哈 但是沒有辦法 那麼 好了 根據調查什麼呢 有幾個調查 訪問了 超過七千間日本企業 那麼其中呢 有接近七百間呢 在中國呢 是繼續有營業的 七百間 那也挺多的 好了 發現了七百間裡面 有多少會決定擴大業務呢 19年的時候 不是 前年 2021年的時候 有四成 有四成 決定擴大業務 上年 是只有33% 剛剛最新的報告 只有28% 即是說兩年間 由四成多 只有28% 是決定擴大的 那其他呢 當然是決定不擴大 好了 那有誰想走的呢 Reuters 就訪問了會走的那些 有三十間接受訪問呢 就決定縮逝規模的原因 市場疲弱 再加不明朗因素 市場疲弱的 就是這些 日本的 譬如日本汽車 在中國就賣得不好 為什麼呢 正如我所說 你最初一定會變成鬥便鬥賤 中國的東西就是這樣 因為它沒有品牌價值觀 它一定跟你鬥便鬥賤 最終你是不夠做的 那便唯有走 那怎樣呢 就找其他市場 那這些日本企業 你找些什麼海外市場呢 巴西 印度 南非 全部多人口 全部發展中的 就好像你幾十年前的中國 我需要找你這個市場呢 還有 就是一大堆的政治風險 東海領土 排廢水 還有上個月 你的反隔電法 拘捕了日本製約 一間企業叫安斯泰 一個以日本的高層 嘩 大哥 有錢都沒有命響 剛剛的拜習會 岸田敏雄也有見習近平的 又要扮成朋友 但也有一句 朋友表面上就是朋友 實質上做的事 繼續取消 繼續拔東西走 你想想 習主席 或者現在有什麼辦法 不去跑山呢 還沒說完的 不是再更新的 當然了 這個只是Patreon的節錄內容 想收看收聽最新最齊全的內容 就要做我們的Patreon會員 Patreon會員 對我們的網台營運非常重要 希望你支持 加入我們 一起建造全新的香港人網台媒體